好 師傅 好了 我們說回一些貼身一點 之前你提及過香港的未來的情況 或者2021年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有好又沒有 如果我聽下去 在一個整體香港的發展情況 我們或者可以探討一下 我曾經聽到有一個說法 就是現在這個政種 其實那個外形設計上 當然沒有生命 但是可能在風水的角度來講 未必是一個最好的處理手法 這是其一 其二 就好像在地區上面 其實都可以再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因為我又記得大概2010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曾經有一個討論 究竟這個政種是搬去哪裡 當時就有兩個選擇 第一就是天馬 第二就是啟德 最後就選擇在天馬 而也都在2012年左右的時間 就搬了過去 如果時光倒流有得選擇的話 會不會可能是 在啟德的時候就會好些呢 你覺得 我覺得天馬的地址就不是很差 那些人就說 它是填海填出來的 所以地址始終都不是那麼穩陣 但是問題呢 我覺得那個設計 本身 風水來說就不是很合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政府 這麼重要的地方 它是四平八穩的 中間有個大洞 中間有個大洞 你看看 原來我就看過某大師 有些評論說 香港你中間有個大洞 都不是說好 你看看那些 古老建築 中間有個大洞 那些是牌坊 那些不是一個真正的建築物 所以你說 那個大廈本身 風水是否好 就不是好 你看看它搬進去之後 還沒進到過 所以我覺得 主要它本身建築 風水有些問題 那你說啟德好不好 啟德是OK的 因為啟德就是 譬如九雲 我們就說 東南邊見到水 東南邊見到水 都包括啟德 觀塘這邊 所以最重要 那個大廈本身 應該傳統少少 就不要太古靈精怪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現代建築 是標記立遙 就是跟我們傳統的風水觀點 是違背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現代人造風水是艱難很多的 因為那間屋都不像那間屋 你的座向都很難定 嗯 如果我們說 這個就是 我們都在香港 有一個很著名的銀行 總行大廈 它的形狀就是整把刀 那如果反過來 是這樣的角度去想 那它最沒有死在 因為它砍人 不是人砍它 那是否在風水角度來講 就是這樣看的呢 那它 如果你認了它的尖峰 就不好 但是它隔壁左右 不是很多間大廈 就是向證它的尖峰 就是通常它 就好像你這樣說 是它砍人 但是它自己內部本身 就是你說內部設計都艱難一點 因為很多尖角是很浪費的 所以就是 反而這些東西 是影響到周邊的那些屋 就不是影響到自己的 嗯 師傅剛才你很著重 那個狗運這件事 是 其實接下來這個狗運的發展 在香港有沒有說一些 那些哪部份的地區 那個的發展 你認為是對我們香港整體情況 是比較有利的 就如果你要照 原空學看 狗運就來北面飲水 北面飲水就是 就是香港 望著維多利亞港那些 那些就認證 因為後面有山 前面有水 所以那些很貴 就是現在開始 那另外一邊就是 這個東南建水 東南建水 譬如現在九龍灣 觀塘 啟德 這些都發展得很厲害 那 那 反而你見到尖西就開始倒露 你見到廣東道 現在沒有人限制 這個就是西南 西南其實就是旺八運 那現在好像比較趨向 東北這邊有關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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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